然后今年呢 我很惊喜是说 他有很多自嘲 自嘲得非常可爱 然后你刚才提到压迫感 那结婚集也都完全没有了 就我是没有听过他讲 他故事那段 哎呀 所以这段 非要逼我开局 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只想开个电台 就我就 我不知道啊 我讲这种有点冒犯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本质里 如果是多讲 一定要讲 因为我也有 等一会儿就管了别的事了 因为我不想 我本来是拿那个 身材焦虑 年龄焦虑 谢谢 PP圈的一个秋天 拿住你秋一二 对啊 本来就想开电台 因为我 月初了赚钱了 谢谢翠若母 林江自己的100个宁光 帮你给他点一首歌 把选择权交给县城观众 真假的都没装了 像一个外国女子啊 好红色 谢谢你很聪明 我也是在一个 秋天拿中 秋一二染 刘海放下 不得不说 我现在的刘海 已经不成模样了 有些的就是 你的气很足 我今天气很不足 带上来就是 我也行很实 这样 呜 谢谢压戒龙的一个皇冠 原来把头发放下来 快得一个皇冠 谢谢你 祝你皇家文章 然后每天带桂冠 摘桂冠 夺得首冠 好 谢谢你 祝你成为人中了 原来把头发放下来 快得一个皇冠 被淘汰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大 二 一 请 得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 Rock Nora 最终的得票情况 有吗 没了 没了 好吧 声音很大 那我再开小 晚上好 谢谢百变小千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不要牵 嗯 牵沙沙 看看脱口秀 你没有再留鞋 刘海 谢谢大家 谢谢燕燕豪读书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秋意盎然 来讲些 我想讲的比较高 尤其上一次的地赛 我讲了很多我 啊 你没有牵沙沙 我也有时候就是 就是 就那种走路 我 我爸就会骂我 那你拿牵沙沙 谢谢小号天王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多多大号 确实在留 吴轩仪同款 刘海 第三 门啊 谢谢我不是啊哈的一个秋天奶茶 秋意盎然 好的 能按的 不影响 现在这合理 这么合理妈的一个巧克力 祝你 合理失控 我们明年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刚刚点的歌叫什么 谢露特不许的酒酒 为荧光 帮你去点手 歌 没有我正好看到他 段子 我 noticed B A C K D O O R S T 哦 主要打个Q乐是吧 CP唱99个荧光棒的可以点一首歌 对 月头努力 哦 无论 我 我的意思 我 无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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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无论 我 无论 这个组合没听过呀 当然要选择 你万一拿不好的图片做头像怎么办 对呀 那可不是 口袋四八可不是罚外职 这边有点尴尬 真尴尬 他们是twice的师弟团 真的假的 看来jyp真的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做女团 对在赚钱的 去大学报到哎呀 那就要成一个大人 哇哦 过的是中国时间 中国人只过中国时间 确实 下首歌是什么呢 不会有人现在才在敢作业吧 我一般去8月21号开始赶 倒计时10天 拉完 两天做或者说一天做一门课的作业 就是一天一门课全部都给它刷完 然后做文单独抽一天把它刷完 谢谢这么合理妈的一个巧克力 祝你充满力量哦 那确实这些翻牌都是要攒到那个一号方的 但是那这种人就是我不翻牌就要凶我 哎 就不能就是让我都攒到这个月头发 谢谢BB134567的十一个荧光棒 祝你也 嗯 画面洗地七仙 那确实 哦 小杯竟然有粉丝 你应该这么问 现在这么合理妈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棒 三年细长那是有点夸张 真的吗 我只是我的妆掉了而已 我要带你一起去实现 中华故事的情节 就在这个季节 发生了夏天 谢谢一个萨娜和小鱼仔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棒 谢谢甜甜搭KG的一个巧克力 祝你充满力量 谢谢这么合理妈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棒 那不好 谢谢这么合理妈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棒 谢谢蜡蜡蜚蜚蜚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棒 谢谢浅荣沙漠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棒 谢谢这么合理妈的两个荧光棒 祝你两千四妹 有吗 谢谢王羲之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棒 谢谢过去泡面的一个秋天蓝 祝你秋意盎然 谢谢星期九在叫醒我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棒 谢谢震我和你妈的一朵玫瑰花 祝你花式的迷人眼 谢谢浅荣沙漠的一个玫瑰花 祝你不会倒霉 谢谢这么合理妈的一个巧克力 祝你越来越巧妙 你可以一起送吗 说就适合 谢谢风间的25朵玫瑰花 祝你像风一样起舞 阿许队七周年公演 你不问排公演的stuff 你问我 我倒是也想有这个权利 那我就会就是 让阿许队一周跳满六场 然后其他三周放假 下首歌是什么 写这么合理妈的一个巴黎摩瑰花 给你八千过 三妈她 这个 不会的 周一到周 周二到周六每周开一场 要苦苦一周 苦完这一周 你就放一个月的加多少 些未央四万的 一个巧克力 祝你充满力量 对就是被滴了油的那天 那边要好好的放假 只要为了彻底的放假 就得要这样 那怎么可能帮忙 都开玩笑 晚上好 确实就可以做一个半个暑假过 对我挺喜欢这间 因为它上面有个LA 谢谢皮卡的一个巧克力 祝你充满力量 对因为我喜欢吃LA 我喜欢吃LA 拉美子葱来不怕LA 但还在播不知不觉已经播了八个小时 谢谢 谢谢刚强妈咪小小咸的52个荧光棒 然后祝你就是多多充满爱 拉 八个小时只振了这些 真的吗 真的吗 讲个冷笑话 现在讲不出来 让我突然想想不出来 没有灵感 谢谢怪奇乌义的九九个荧光棒 你可以点首歌 然后 谢谢乌乌拉乌锦规规的一个船长 祝你船一船一充满爱 然后呢 不会有 天空不会有乌云 然后受伤了会有人跟你呼呼 所以 现在热心失眠安甲咸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不会被宰 嗯 确实 就是因为这么晚了 所以呢 这个时间点所有的粉丝他们没的直播看 只能来我这个直播 他们这个叫没的选 对呀 啊 真可聪明啊 毕竟要有的选 你们估计我是墨选吧 不是首选 谢谢K的面包超人的一个巧克力 祝你不会被K 给一些且乐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且行且故 啊 真假 啊 我假装姓 嗯 谢谢BB13567的十一个荧光棒 祝你 身当第一 嗯 再分一下我的发布 让它不要看起来很可理 谢谢第一把别糊的一个 嗯 玫瑰花 祝你的推永远不糊 没有拍Vlog 谢谢 谢谢山山圆圆的一朵 玫瑰花 祝你花世界迷人眼 江山后面 江山后面跟发际线不大概 现在准备好了就出发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秋衣盎然 真假 嗯 真假 云南虫谷没有看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看虫子 其实准备好了就出发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出发 巴拉巴巴巴巴 最重要呢 是我怕就是那个云南虫谷嘛 我怕电视里的人隔着屏幕对我吓鼓 我就很害怕哦 一点都不敢打开来看 谢谢P川的一个荧光帮 祝你越来越棒 啊 好的你去睡吧 没看 最近没有看电视剧 在看那个 嗯 在抖音上看小说 以及在 嗯 腾讯上看脱口秀大会 谢谢甜饭小粉的九九个荧光帮 你可以点一首歌哦 因为抖 有的抖音上会专门截一些 知乎上的那种短篇小说 你知道 我前天看个小说可好看了 就是有一对那个 什么 那个太子 然后就是娶了她青梅竹马 但呢 那个那个青梅竹马是个拉拉 就那个太子妃是个拉拉 然后呢 然后那个太子妃真正 太子真正喜欢的 是个 是是后面去进门的那个妾 然后呢 就是 但是这些妾呢 就是等到太子成为皇上了 这个妾也会成为妃子嘛 然后呢 他就就是他就 就太子跟就跟那个拉拉太子妃一起套路这个妾 就比如说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一起去那个就是呃 湖上看湖 两个人坐一个船 然后让这个妾单独坐一个船 然后气的那个妾就是说他们真有病 就给他吃狗粮 让他一个人坐船上就看着 然后他就把那个他就很气又很无聊 他就一个人拔荷花 然后那个太子就看到他你选荷花呀 然后第二天那个妾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院子就开始给他就是铺满就是那种水缸里的荷花这样 你知道吧 就是就是一个拉拉跟那个一个直男套路另一个直女的故事可好看 不是 是我觉得那个女主角 因为觉得是那个妾就很可爱 我觉得她很可爱 谢谢 嗯 王一娘几时取我的一个巧克力 祝你充满力量 拉拉拉是哪首歌的吧 指甲为什么是黑的 我的指甲不是蓝的吗 谢谢你的CP秋天能见面的妈妈的一个秋天的奶茶 然后祝你的 呃 呃 呃 祝你 异地面也很好 好 绝不放手 绝不放手 他就是一个拉拉一个呃直男跟一个直女的三角链 嗯 他就是一个拉拉一个呃直男跟一个直女的三角链 好 对 苦龙咪 巴掐苦 谢谢阿瓜不吃糖的五朵玫瑰花 祝你不要太到你 好嘞 对阿 我直播间的人想不应该没有人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吗 应该不会有吧 肯定不会有阿 上什么课 上什么班 写加勒比海的 嗯 五个巧克力祝你 就是 不要成为海王 没事都不用上 都不用上 但是问起来就说是我说的 不用上 听到没 小杯凑到拯救下下 下不 不要去 反正问起来就说是我说的 不用去 拉拉拉是谁的版本来着 阿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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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 有的人他可能两年了都还会发炎 我就还好 我打耳洞就初二有一次打的时候发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 我现在应该打过不下十次耳洞 但我就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发炎 哎 你那次不是夏天是冬天打 嗯 那你来呀 对啊就是那个耳洞会不断的堵住 然后就再打 打了耳洞不带的东西多久会长满 看这个耳洞打了多久 如果你一年以内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 三天不带就长满了 会吧主要是打耳洞比较解压 熬夜不影响耳洞 可能影响 因为我听说就是每一个 就是打耳洞的人 最后都就是他们后来都会死 就是你懂吧 谢谢饼干兮兮兮的 四个玫瑰花 祝你四肢小老师 当然会缓解压力 对啊 谢谢小娃娃娃娃的五个巧克力 祝你每天咕呱咕呱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番话 就好像我说了一番话一样 没错啊 就就是说的对啊 就是说的对啊 就是说的对啊 毛头 毛头 就什么助力棒 什么粤语 九月了讲洋语 熊玉琢的语 洋语 因为今天看熊玉琢说九月是他的月份 懂吗 所以今年呃 这个月是洋语 因为熊玉琢零九二五 为什么记得那么轻难 因为我以前的那个就是嗯有个东西的密码是就是熊玉琢生日所以记得很清楚 说这个是我不够爱流细菌因为我以前我爸有一个那个银行卡号让我去书他说这样他也动不了谁都动不了只有我然后我又不会动因为我我我我就是那个时候未成年 然后他就让我去设密码然后设完后来我就是就是两年过去了他问我密码多少我说啊因为我当时设了一个谁的生日 后来想了半天应该是刘锡君的生日 谢谢微醺南瓜拿铁的一个秋天哪祝你秋一啊设密码千万不要设自己的生日因为这样的话别人知道你身份信息就很容易盗作你所有的账号 密码要设就设别人的生日 小杯很好记小杯是零一零三是吧很好记你只要记住小杯是个十三点你就记住了可以啊可以啊 设我的话就是我的年月日的话就是零七零一零三总共三个零然后并且都是嗯七一一三那都是个位数就就是单数比较好记 一些预言我好饿的五个巧克力祝你五福林们 谢谢五月啊的一朵玫瑰花猪你不要太倒霉啊 好嘞 怎么了 未成年怎么了 我长得老不行吗 谢谢香港匹特仔的一朵玫瑰花祝你有钱花 谢谢饼干兮兮的一个玫瑰花祝你紫菜兮兮 谢谢愿无好饿的一朵秋天的奶茶祝你 嗯这个秋天啊奶茶多加奶盖啊 哼谢谢烟要好好读书的一个秋天奶茶祝你书香使家谢加勒比海的一个 嗯玫瑰花祝你那个海上开船第一名 啊真的吗 嗯 等一下 嗯 哎谢谢甜饭小粉的二十五朵玫瑰花你可以点首歌 这个啦啦是放完了对吧 嗯 谢谢江云和的二十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 哦 那我想想看我怎么 呃我应该没记错我应该是刚成年正好能开这个直播 所以呢是二零二一减 嗯十 就是啊 嗯二零一二零一一减一的话还剩七岁 那就是 嗯 二零一零二零一零减七 我是二零零三年出生的耶 零三年 嗯我零三年 嗯 Beni 你 谢谢 啊,那我就数码呗,那数码就数码呗,咋啦 这我们这个,我们00后不信你们生肖这一套呀,我们就今年就今年 谢谢玉尼播放奶茶的一个秋天打,祝你秋一二年,就是因为我是0103出生的 所以我爸说我出生一个月我就已经两岁了,因为安须岁算我两岁了 气死,别人按须岁都只加一岁,我按须岁要加两岁,气晕了 下首歌是什么 对,超级价位 一半片 。 呼吸 。 。 谢谢BB13567的11个荧光棒 祝你真当第一 不会啊 我直播现在很多零零号 以前呢我总觉得我是个孩子 结果后来发现那些 比我大的那些粉丝 他们都结婚生子 已经开始走上人生的正轨 像一打开翻牌 一列都是 你知道为啥最近都不想犯法吗 倒也没有说不好 就是一列都是 姐姐我要开学了 姐姐 我马上就出三了 姐姐我出二了 姐姐 最近数下最补不完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是 我看这类翻牌我就 你知道吧 就是 我把我拥抱 姐姐 你知道我现在输入法都能自动联想 嗯嗯 那你记得 然后会 后面会跳出来 中考加油哦 他甚至都不是高考 他是中考 确实有感觉就是可能是真的吸了很多兴奋 也可能是大家永远年轻 永远在追星 确实 在我上生涯的前四年 我最粉丝 最年轻的一个粉丝 他是比我大两岁 就我最年轻的一个粉丝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是很喜欢在我的就是直播间里调侃我的粉丝 我说 哎呀 你 你 你们俩这么大都没有人要 你们俩凑了凑了得 那个时候喜欢干这种事情 现在就说不出来这种话 现在都是就是 很就是蓬勃 很欣欣向荣 都是足播的花朵 啊 我不喜欢做作业 所以我读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很痛苦 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都爱抄别人的作业 但我发现作业太多 就我抄都抄不完你知道吗 我还要就是让我同学帮我一起抄 就他们在帮我抄我的作业 因为我发现我抄都抄不完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怎么会那么多 或者我才知道 就那些人 他们上课都在做作业 我就说怎么 就是 气死我 不是他们就是上课都在做作业 就一直在 就没停过 你知道 我们把布置作业能布置 就黑板给布置满了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黑板上没有一个空缺 就全部布置满了 那种 就他光是布置作业都把黑板布置满 那我上课怎么 再睡一觉 再睡一觉 不是 在等我的同学做完作业 啊 他们不做完 他们不上课不做完 我怎么下课就成 确实 所以我一定会就是 就是开始做作业的时候 我都是先玩 因为我要等别人先做 得呀 我自己不会做 我当然不会做 我要喜欢做作业 我来这干嘛 倒也不是很凶 主要就是当时太阳 晒得太大 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作业的 我初中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说 一定不能超别作业 因为就是 我不管上课听没听 如果我下课 因为其实我初中的时候 上课就不听 我全部都是靠下课 然后这个题 诶 看不懂了 但这题肯定是今天讲过的 所以然后 然后自己去翻书 自己去学 然后学完后 这题就会了 所以我上初中的时候 也上 就是也睡觉 但是我 我就是 我都 题都自己做的 所以我就 成绩就还好 但高中的就是 高中他们讲究 那个刷题 然后你知道吧 这个特别是那个音译作 他们每天发 一张报纸 那个报纸 我的天 就是连那个中间 那个报纸缝 你们知道 那个报纸缝 它不是正面 一打开 左边面 右边面 中间还有一边缝 那个缝里都塞满了 题 我真的真的崩溃了 就是 我根本来不及 对 我真的崩溃了 我当时 就它作业量太大烦 让我走上一条 不过一路 对啊 你看那个英语报纸 气死我了 我最讨厌那个东西 而且看不又看不清 少来一点点 对啊 然后晚自修 就三节课 然后宝贵的 其中就是半节课 还要被那个历史老师 拿来默写历史 哎 然后重点是 别的 别的那种历史老师 默写 它都是挖空 它说 它会跟你说 比如说 就是这节课 叫做这个支点 然后它会告诉你 在几几年 然后是个空 然后在什么 安徽神 安徽神 然后就是就 什么历 空 什么村 小港村 什么什么 然后谁谁 空 然后发起了一场 什么什么什么 空 但我们老师不这么默契 他就是 他就起了个头 你知道吧 然后只有桥 就你天 你天 你天 哦 天哪 我崩溃了 我当时 谢谢这么和你妈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越棒 没那个时候不是高一吗 高一它是 同时学八门课 我们高一是除了那个 生物都学 真的很绝望 我当时 后面还有要点歌吗 500就是可以点歌 对 考的是那个小港村那一题 谢谢一家给我们的99个荧光棒 你可以点歌 没有 然后到我升高的时候就不是文科理科 我们是那个就是三加二 就是 你要是地理和那个化学好 那你就是地化班 地理和政治好 你就可以选地震班 对对对 谢谢翠路母林庄记的99个荧光棒 你可以点首歌 但是这张的政策很经常改 我现在不知道它改成什么样 就它很满感 然后就就是滑斑滑掉了 知心爱人 我喜欢看 啊这样啊 化学我以前没学懂的时候觉得很难 然后后来因为要会考嘛 然后逼着自己学 然后就就发现其实没有想中那么难 之前就是因为自己一直觉得很难 然后就给自己心理压力太大了 然后就所有的题都不想看 因为觉得它就是很难 我就不想看 但后来就是自己就因为要会考 然后当时每天就是带了一瓶那个 就是花露水 还放油镜 然后在这边摁一点 这边点一点 然后就是逼自己不要水不要水 因为我喝咖啡没有缘着 我喝咖啡就是就是其实 就是这一点用的没有 还是还是得来点就是风油镜啥 风油镜就是就是现代版的那个悬梁刺骨 对要配平 所以我当时初中我当高一的时候 我还在想我要是来了四八我的那个外号叫就是那个斯加玛 斯他的那个不是那个sr是在化学里是那个什么 忘记了太久没学了 然后假的话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当时给自己起个外号 我说我要入汤了我就有这个 对 所以可以看到我现在官网上我的倪陈介绍还叫元素降 但是 但是 化学道也不好 只是那是我用我平级的化学知识想出来的一个梗 我可不敢说我化学好 你们粉丝啊 就是你化学好 那我在考考你 然后过一天你的翻牌就全是 姐姐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你来帮我解一解 姐姐你解解 我可不敢说我什么 知心爱 后面又有点歌吗 谢谢压gate网的99个荧光棒 你可以点首歌哦 那去赚钱啊 今天月头 没事你可以参加呀 你看人家老爷爷七十多岁 还要先吃高考呢 那你不能问我 因为一人不摄政 如果我现在呢 是一个喝了点小酒的男人 我然后没有开这个直播 我可以跟你坎坎 而谈很多东西 谢谢这么合理 妈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棒 确实这种聊政治啊 国家大事什么的 一般就是出现在 就是我家过年时 就是那个 妈妈去打麻将了 然后这个 就是然后我继续坐在椅子上 玩手鸡手 就会听到我伯父啊 我爸爸啊 什么的 就是他们开始 就是开始聊些国家大事 谢谢BIABIA的两个秋天奶茶 祝你两川七美 谢谢LCY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棒 这个因为遇见你是谁的版本 阿超 别呀 冲秋到了可以吃月饼 什么 不会真的有人喜欢吃月饼吗 月饼 月饼 嗯 谢谢满满的十个荧光棒 祝你拥有满满的心意哦 哦 不是啊 你们不觉得这个月饼 从小到小都是一样的吗 哦 哦 我今天看了 你们知道那个碗屏南路出了那个月饼吗 上面还会印着那个上海 嗯 精神卫生院 然后就是他们说很好 哎 他们说很灵的 但他们说要去挂号才能去食堂吃 买领 谢谢 BIA BIA的六个荧光棒 祝你六六大事 这样的 碗屏南路 我知道在哪里 在我经常去的美甲店附近 嗯 因为我这样一抬头去美甲店的时候 我就是一抬头就 哎呦 那个大 谢谢故事没讲完的一朵玫瑰花 祝你花世界迷人一眼 我觉得这种美食了就是我觉得月饼在我心里真是倒数第一 就这种节日美食 然后汤圆倒数第二 因为我每次吃汤圆都会就感觉一样噎死了 然后嗯 粽子还可以 因为嘉欣的粽子真的蛮好吃 那是 欢迎大家来嘉欣品尝五方在粽子 对不喜欢皮厚的 每次吃到yes 像我吃以前吃奥利奥都会把两片黑的给掰开 然后嗯嗯 啃中间那个白 后面还有人要点歌吗 什么月饼我没吃我都吃过 哼就是不想吃月饼 现在可以拢了九九个荧光棒 你可以点这首歌 给你 完了 再给你放 呃不得不说我的派的还没网 这是为啥 这个手机连的网好好的 那派的刚刚一瞬间没网 他这个派的真的很破了 不得不说 我就是喜欢吃点油的 像我吃肉松小贝 我就会把外面的肉松吃完 然后把小贝 啊 把小贝扔在里面 我这里就和肉松小贝里面 全是小贝没有肉松被我吃完了 如果不是太恶心 场面太过于激烈 我很想让你们见识见识 没有再过生日哦 谢谢从吃到爱 从吃有爱则我并生的九十九个荧光棒 你可以点一首歌 那倒也没这个必要 谢谢甜饭小粉的一个生日里 祝年只有五 我今天就是玩了回那个永结无双 是怎么永结无间 怎么说啊 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剑三板吃鸡 对我研究一下发现他就是剑三板吃鸡 怎么还要跑毒和舔盒子的 我真是醉了 好玩吗 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呀 我什么游戏都玩起来都是那种让我队友辱骂我的城 我开电脑当然不是玩着 我开电脑是为了打开 用更大的屏幕看脱口秀大会 因为我的派的只有这么大 但是我的电脑屏幕有这么大 可以用就是 就是他更加的1.4倍的屏幕去看脱口秀大会 谢谢叉叉叉 这是他Lemon的99个荧光棒 你可以点首个头瓶 我的头瓶呢 就是被回收了 因为他们那次就想起来 还有个头瓶 他冯家那呢 跟他怨回来 然后我就赶紧去还了 然后呢 这个东西挺重的 跑着恋爱临去很麻烦 那毕竟是别人的东西 不多跑 确实 谢谢甜饭小粉的旧旧的荧旧的荧光棒 你可以点首歌哦 好嘞 木几阶是你是谁唱的呀 那确实 但主要的特殊大会 他倒也不必站门开个那么大的推 我只是觉得派的稍微小了点 用电脑看差不多 但电脑他会有蓝光 看久了会投赢 看久了会投赢 确实 dj下一首歌是 地平线 真从 哦好 那么直接试 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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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人声音好甜呀 因为这是B50的版本 没有吧我最能装讲究一个就是减法 因为他们说我以前的装可能画的太多了 要做减法 这谁上的不知道 他没有标那个 他只写了48 他没写陈安明 对 如果是本人的话喜欢以前的装 然后拍照的话喜欢做减法的装 因为只要套上一层滤镜 减法的话就滤镜长什么样就长什么样 如果你画太多的话 你套上滤镜反而你还是你原来能痒 就会太多了 其实他不吃的久久 荧光棒你可以点一首歌 是吗 但现在是刘海尴尬 就他要长不长要短不长 恭喜你们看到我小学六年级的模 因为我是小学 我是初一的时候开始有刘海 开始有刘海 我以前都是 就是你知道吗 我出去见我朋友 如果我是好好剪 我一定要把我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把我的这个就是秃头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上面还要喷点磨丝 让一根碎头发都不要油 好 十月底有特殊公演 哪些套破的特殊公演 温柔 那也不是铁刘海 就是以前那种零 10年左右那种厚刘海 中年和万圣节合并了吗 不过现在就是因为也没版权 所以我觉得估计也差不多了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想演的东西 对 哇 谢谢家给龙的一个传掌 祝你全意全意 然后 祝你不会哀龙 然后多掏耳朵 然后呢 对 然后祝你出去采耳的时候呢 不会就是被感染 因为之前听说有人就采耳的时候感染 因为他使用了不正规的 祝你以后就是出去采耳的时候呢 别人都能采用一些比较正规的一些器械 对对对 好低 那我结单吧 现在music结单 就是因为我凑到整 我把这些歌放我的插歌就散了 谢谢你的老baby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越来越老 哦 不火 不要阴阳我 谢谢原子弹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秋一盎然 我没有什么最喜欢的合适 我没有什么最喜欢的合适 谢谢性感猫猫头在线青 在线拥吻青肿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青的越来越肿 变图 哦 不 做女人就是没什么用 因为现在粉丝喜欢看就是女孩做男孩 喜欢看男孩做女孩 我要就是 就是做一个中信封的 嗯 什么特殊公演 等到我们公演终极任务满二十场了 把衣服换成女装那不就是赤裸裸的特殊公演 有道理吧 对啊 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我满二十场 因为我每次换衣服的时候 许王一卓 他换衣服就要到我旁边 他就问 这场公演已经是第几场了呀 然后我就掐的时候就跟他算 在第几场 但最近有点掐不明白 因为最近演的有点多了 然后就是有点掐不明白了 确实 触电是SHE的还是SNH 不是 是因为成员不会知道 这是第几场公演 好嘞 低谋 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换过衣服啊 就是 因为就是 规矩就是要遵守 所以我都是 一直穿着公演服的 怎么了 啊 你知恋天赋 知道 你很喜欢他 没啊 有可能 可能记错了 因为正常一般不会换 因为这个 买20场才能换 那个 衣服 那爱情的距离 总是在独带里 在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 真的吗 可是就是我小学的时候 我们会就是 玩一些 就是 也不是小学 幼儿园的时候 玩一些扮演游戏 那时候扮演SHE的时候 就是 就是 就是我没得挑 然后我被分到了黑别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就是觉得 Selena是公主 然后就 就是最漂亮的女孩 要要当Selena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就是 最帅气的女孩 然后就是 最那个 就是 敬霸霸道的 然后平时 就是 就那个 就是 在小区里 也就是 打架 总赢的那个女孩 她要当那个 Ella 然后就剩下我了 我就剪了那一笔 啊 是 然后 后来小学的时候 我们班上的人 玩 扮演 欢天喜地 七仙女 我这 我看 就是 电视剧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那个小七 那个子安还行 然后呢 结果 但是因为我更喜欢 那个亲爱 我说我班很亲爱 然后结果到最后 居然没有人要辞 我说为什么 你没有人要辞 他们说 哎哟 天天懂狼 懂狼 懂狼 谁要他 恶心死 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时候 我们的就是女性 是已经如此的 就是 发展至高了 就那个时候 大家就 聚讨厌 灭亚脑 确实 就是 以前 总喜欢扮演 一些这种 优势 谢谢清风清风的一个荧光棒 然后祝你越来越棒 玩奥特曼 我现在已经狠狠地记住 写奥特曼的名字 因为之前呢 就是 上次有人玩逛三园 然后有人非要逛奥特曼园 我都惊呆了 还有这种园呢 逛奥特曼园 气得我 就之后狠狠地补习了一下 奥特曼还有圆呢 把什么粗 我才知道原来粗的也是个名字 有人说过粗的就让过了 金灾 可是我就是我我以前看到奥特曼 他就叫奥特曼 我知道如果现在不看大膜 我知道初代迪迦奥特之父 奥特之母 我没了 但是我一般这个时候拿这回手再敲 在下面已经就是打开手机敲再搜了 哪有没有跳 触电后面是什么歌 随便一首合曲 随便一首合曲 我看看 看看我的我喜欢列宝 有没有合曲哦 确实 让我放手遥远的和曲吧 待会 不是啊 学会在自己的平时听的歌单里放和曲呢 就对你们来讲是追戏那一种 就对我来讲那这不是在上巴吗 有多遥远 你们有些人可能没听过的遥远 就是 确实这首歌是我入团前的歌 入团前就你发行的歌 谢谢天上的草的一朵玫瑰花 祝你花世界迷人眼 Raver 不是大晚上的 现在凌晨三点半 你让我放Raver 这个 其实我会让我有点害怕 我会怕就是有人敲我们 会有人说你可以轻点 不 我会放一首不是那么吵的歌曲 我有点像杨幂 你啊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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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要放我们的世界 我花在陈迷 Cinni 没配的 正在你眼前 多深情在的情人 将会我完美表演 说起来我以前刻过湿蜜 这首歌放好睡觉 好下班了 咋提纯的 就是单纯的 就是爱狠狠的爱上了 红葵 那不是 是因为前两天 娜娜就是发了一个 那个小视频嘛 然后娜娜就发了一个照片 然后是她一选的时候 唱这首歌 然后扎着一个刷马尾 然后红色骨结结的 然后对着脸侧过来 最近都侧过脸笑了一张照片 我就说这是我爱上你的那一瞬间 然后我就想就是这首歌 就是这首歌我爱上的他 确实 谢且乐的是三个秋天的奶茶 祝你天天快乐 对 对 这首歌是SH48第一次总选举的第一首歌 开场 当然记得好清楚 这是我爱情的瞬间 那倒也没有 倒也不必 毕竟娜娜也八年了 我们一起避免 还是 信任长 闯晓你严厉 来 让我们一見 让回忆成伙伴 一起在身边 不会走远 �上了舞台 有太多的阻碍 明明的安排 我们一起守护等待 什么过的存在 不会让他离开 别走得太快 要慢了小手线 谢谢我的老baby的一个秋天的奶茶 祝你越来越年轻哦 我们才会明白 best friend 但现在的原创曲目也都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公司做的原创慢歌都还不错 确实时间好快 连我都五年半天呐 再熬过这半年我就六年 好嘞 对啊 现在是五年吧 谢谢皮肤圈的一个秋天奶茶 祝你越来越皮屎 对 我觉得有的人他就会一直的活在某一年 我老觉得我活在一八年 不知道为什么 谢东霖锐的一个荧光棒 祝你越来越棒 不要买到什么 不要买到某一年 不要买到某一年 我们才会明白 my friend 都要下班了 对 有有们拜拜 下班咯 谢谢天才朵朵冰的一个皇冠 祝你就是 两个皇冠 咋回事 哇塞怎么会这样 谢谢你 然后祝你也早点去睡 对因为你现在不是要 听说你要赶飞机 那给你就是希望你就是 飞机能一路逆风 对一路逆风的话飞机才会飞得更好 希望你一路逆风 然后呢就是 是希望你的这个飞机上没有小孩吵到你休息 对 对要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 然后开启崭新的人生 对 对 对啊 助飞机就是坐飞机 所以你一定要祝一路逆风 祝你逆风完生 哎 咋出来 那个那句口号 突然忘记了 逆风翻盘 向阳而生 对 祝你逆风翻盘 祝你逆风翻盘 好了 啊 悠悠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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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